这个男人趁老婆过生日 将他灌醉送到宾馆 本来今晚是个激烈的战斗业 谁知男人却开始搞事情 谁知女人鼻子鼻狗铃 闻到一股酸菜味后 当场就让来人鸡飞蛋打 这个男人名叫杨伟 是出了名的逢赌必输 一手好牌都能让他打得稀巴烂 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 这天老大上门要债 奈何他兜里鼻脸都干净 家里面除了墙皮卖不出去 就剩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了 老大听完眼睛一亮 瞬间有了个绝妙的主意 叫你老婆明天来陪我一晚上 就算数了 杨伟当然是死不从 可被打了一顿后 立马就妥协了 随后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被碎了的老大简直气毁了 抓住杨伟就是一顿胖揍 将人打得鼻青脸肿后 这才开始找他算账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第一 自己两顿 第二 让我弟兄来帮你拆骨头 不过麻烦我弟兄 更辛苦 你挑哪一条 杨伟当然不想死 老大表示不死也行 但要没收作案工具 你要是切掉他 我不就变成太监了吗 那我情愿不做人了 好 24小时内 我在报上看不到你自杀的新闻 48小时就变成24块 你想清楚了 当他一瘸一拐回到家后 发现老婆也要和他离婚 这下他是真的不想活了 于是选择了上吊自杀 可他刚把脖子伸进去 树叉就承受不住重量当场垮尿 于是他又盯上了路边的煤气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toward你 没请不吝点赞 训 Discover